本年度第一场捐血活动来咯 由台北捐血中心举办的 吴江捐血爱无限巡回捐血活动 第一场在警局登场 总共会有一个礼拜的捐血巡回活动 将巡回大金门四个乡镇 希望能有1500代的热血捐书 欢迎乡亲就近前往 玩起袖子捐出热血 为血裤带来溢注 巡回捐血活动第一场来到陷阱局 除了最近的阿舍之外 也有不少民众就近前来捐血 在当天上午9点 就开始有不少民众在捐血车外面排队等候 有人献出捐血出体验 也有固定捐血的阿舍 呼吁民众永远来捐血 就因为那个前三个月表妹生小朋友阿 然后结果就因为产后失血 然后那时候输了24代的血 然后就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可以捐血这样 所以是第一次就对了 对第一次了 OK 会不会害怕 会 但是还是要捐血 捐一次 半年吧 半年 这次要捐多少 500 一般都捐500 OK 希望热血可以帮助人 是 台北捐血中心表示 这回来金门办理捐血活动 预计有7天 希望能够抽到1500代的血量回台北 看着第一场在警局同仁和民众的热烈参加 希望未来几天 每天都可以有这样的盛况 我这次来金门就是作业有7天 那预计希望可以抽到1500代的血回台北 我今天早上非常踊跃 就是我们既然是在金门县警察局 那这些警察朋友们非常的就是 参与这个追血活动 那希望未来的7天 每一天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盛况 因为金门是台北捐血中心 对那台北的话 因为现在要过年了 所以我们其实要必须要库存到过年足够的用量 那冬天其实新血管警定 还有一些消耗到溃疡出血的病人 他用血量蛮大 目前复存量大概都是3天到5天直接 那就希望能够募集到足够的血液 让病人在过年期间也不会担心说没有血可以用 而这回的军雪活动4号在警局率先登场 接着5号在金大 6号在金湖镇公所 8号9号两天在金城镇公所 10号在金宁乡公所 欢迎乡亲相应 军雪一带救人一命 为血库带来帮助